哈喽大家好我是乐仔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世纪群运撞》到底要怎样子上手 这个游戏我玩了大概三天左右 上线时间基本上都是12个小时以上 我可以分享一点点的心得 但是有一些老玩家应该就知道 这一个游戏的存在了 只有这一个影片是专门对一些新手玩家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概念 那首先这个游戏其实不一到很复杂 那你点开你的这一个旁边设定这边 你可以拉下去 这边有一些一个叫做 我要变强这个东西 从这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你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让你自身可以变得更加的强 比如说你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去告诉你去哪里推荐刷机 挂机 透过完成任务 获得的经验值是比你在挂机 获得的经验值还要来的更高的 那挂机这个部分要怎样获得更多的经验值 我们等一下会有讲到 再来有属性配点这个东西 那直接点过去这边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会有配点 那我通常都是按推荐的 武力值都会一点高一点 因为你需要更多的攻击力去刷后面的一些怪物 所以这边是推荐武力要高一些 那再来就是技能升级这个部分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关系到你整体的 后面刷怪的速度 前往这边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去升的 这个是有上限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刷这个怪的时候 他会慢慢一直提升 但他提升到一个上限的时候 他就不一再提升了 所以你要在他提升到上限之前 用掉他 要不然他就会浪费掉 所以 你可能一边打一边去升你的技能 就升一些你平常比较会用到的一些技能 就不要浪费掉 在通用类的技能这边 你可以点这边 你点击这个技能点熟练度 他可以让你的技能点数的储存量上限会提升 所以你就可以拥有更多 你就可以 换着给他挂机 他就可以一直拿这个技能点 就不会超出这个上限 技能书的部分 你要透过副本或者是 讨伐世界王才能够获得 那再来就是化身的这个部分 走化身这边 你可以去点击召唤化身 也就是去这边抽卡 去抽你想要的这个化身 一共有分成三种的这个抽卡池 目前有开放的是底下这两个 那上面这个是需要一个彩色的钥匙 那目前是我个人还没有获得 那这个彩色的这个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没有看到 如果有懂的玩家可以给我知道 获得这个化身的阵列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他都会有加成的 你放上去的武将越强 他加成的体力 技能物理攻击 他都会越好 所以我这边放紫色的都是二型的 所以他的整体的加成是会更好的 发现到其实蓝色的这个卡牌的化身 其实就算你伤心 其实他不一定会比一星的紫卡 或者是二星的紫卡来的更好 所以你这边可以进行比较 你要看哪一个卡会比较好 你可以选择两个卡去进行比较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要放哪一个卡上去 放在第一个的这一个卡 就会变成是你化身过后的样子 像这一个 我这个是第一个卡牌的那个样子 再来获得装备 那装备每天都要去扫弹掉他的 你可以去商店购买这个副本扫弹券 那你就可以一直快速扫弹这个副本 那一天可以打30次 那用完了30次过后 你就要等第二天的刷新了 你要用扫弹 你的等级一定是要高过这个副本 5等级以上 才能够进行扫弹 那副本这边其实他会给你非常多的装备 非常多的这一些其他的道具 再来就是经验值 还有技能书 所以每天刷满这个副本是很重要的事情来的 再来就是顺恋士兵 那顺恋士兵这一边 他一共有分成三个不同的这个 捕捉网 那你可以去到各个的商店可以买 比如说这个是隐蔽商店 这个是功能商店 还有就是普通的商店 那这边我个人建议大家先去进行设定 所以你在这一个背包这边你打开 你点击这一个 他自动使用的时候你点击这一边 他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他会怎样去使用 这边最好是把它放在一个你想要抓的怪物的等级 像比如说我这边我只抓40等级以上的怪物 这样子就不会浪费掉你的捕捉网 那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他原本的设定是在1 所以变成说只要是怪他都会抓进来 这变成说我的背包很快就满了 而且都是一些低等级的 这一个士兵就没有什么用到 变成我删掉很多没有用到的这一个士兵 我的这个捕捉网就浪费掉了 所以那边设定的时候一定要设定你想要抓的这一个等级的兵 士兵的等级他也是会有分的 而且还有分品质 所以这个是最普通的 这个是绿色等级的 那我相信还有蓝色还有紫色 再来装备强化这个东西 装备强化基本上只要你有刷副本 你的装备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的 那可以做到全部都是紫色都不是问题 甚至如果你硬去好 其实你可以抽到有红色武器的 还有金色武器的都可以刷得到的 那有一个金色的我是放在我的仓库 所以我没有放在这边 只不过每次刷到这种比较稀有的这一个装备的时候 他并不是我想要的装备 因为我这一个角色他只能够用这一个强 你一开始选的四个文明 他会有对应不同的武器的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武器 尽管他的数值很高 但是他却不能够使用技能 所以要看清楚你用的这个武器 对应你的技能 再来你可以进行强化 那强化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难 你就可以直接放他到死 直接强化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强化失败 他的装备是不会不见的 那只不过如果你是精炼 那你这个精炼失败 他的这个装备就会不见掉 所以其实还要多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你的这个装备不见掉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叫做祝福时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装备防止不见掉 你可以看到像我现在一星 它是可以让我的招式的几率是零 所以我这个是完全不会爆的 就算是失败 但是如果你的星级越高 后面到四星五星甚至更高 那有可能他的失败率就没有到这么低了 可能他就会慢慢提升 所以这个也是蛮危险的 这个你要看清楚 我这边可能就先示范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要把它升到一星 所以我这边已经放了这个防爆的这个道具 直接开始 那他失败了 我们再来多一次 看一下能不能成功 这边就成功了 所以他是一星 你要升到二星 你还可以继续用这样子 他这边又成功了 那包括武器也是一样 那武器他用的反爆的道具就不一样 他是叫做武器助补器 那我这边成功升到三星了 那三星他这边有写到四星以上就没有办法使用反爆剧 所以这边就是你可以使用的东西几率提升的道具 只不过底下这个我现在目前还没有获得 我也不确定他的这个来源到底是哪里 所以这边最高是能够升到三星而已 所以升星也是很重要 他可以让你的整个的物理攻击 命中还有暴击等等都会有提升了 再来三圈宝石进去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宝石放进去 增加你的攻击 增加你的攻速等等的 宝石也可以进行合成 所以三个一样的这个宝石 他会合成一个新的 所以假设我这边合成 他合成出来的这个品质就会更高 他是绿色品质的 所以以此类推 你可以一直这样子合成下去 那假设这边你有不喜欢的这个装备 重新造你的这个装备 所以这边你可以敲掉你的装备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提升的部分 是军团可以让你的研究 可以提升你的军团成员的能力 所以就算你离开这个军团 你本身shade out的能力还是能够保存的 再来就是关职的部分 只不关职你要40等级过后才能够提升 所以目前我是还没有提升的 我差一个等级 那再来呢就是成就的部分 你获得越多成就 你的额外能力就会提升 所以这些成就就是包括 像你可以击杀多少个目标 他就可以解锁多少个这个成就 会有增加更多的这个能力 还有像这边就会给你一些奖励等等的 这边也是可以去玩 比如说强化你的装备超过500次 把你的装备成为四星等等的 他会给你更多额外的奖励 那再来呢就会更多就是图简了 那图简的部分呢 这个就是你获得越多的这个装备 或者是囊具 或者是化身 或者是士兵等等的 只要你获得新的东西 他这边没有的东西 就可以解锁这个图简 你就可以获得这一个积分 那积分这边你又可以获得奖励 可以提升你的攻击力 或者是可以提升你的魔法弓等等的 所以这边也是可以额外提升 但是我整体来讲 我觉得前期这个加成其实比较少 所以最高的加成 我个人认为前期的是化身 还有你的装备 再来就是你的士兵 这几个其实很重要 在前期来讲 会比较推荐大家去做 我们要记得在打一些化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了就是经验加倍的东西 还有包括一些获得技能点数 这个也是可以去在这边开启的 这些都在商店可以购买 这样子可以方便提高你的刷 怪的效率 最后我们来稍微推广一下我们的军团 我们军团是叫做玩家碎发枪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目前我们是收30等级以上 你本身是活跃的玩家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军团 这个以上的新手攻略分享给各位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